那么下面咱们继续讲 刚刚咱们指示通过浏览器 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个效果 来咱们有机 咱们再去检查 把它打开 首先前提 你的服务器里开了 把它开起来 然后咱们过去刷新一下 咱们把这个地方点到network 谷歌浏览器的话 就点到这个network 然后刷新 走 看 它的应答 大家看它的应答 response header 你看 返回来这个什么什么是OK 200 返回了content type txt 没错吧 意味着什么 是否意味着咱们这个地方 咱们的框架里边 这个地方写什么 是不是将来那个地方 就看着什么了吧 那么我能否此时 把它给成中文呢 这个 这个我爱你 中国 别想多了 来 我把程序 再开一下 接下来刷新 我是爱国的 这是什么玩意 为什么呢 还是咱们原来说的 甚至没有解码 想要正确的让它显示编码的话 请问同学们 这个事情 你觉得咱们是在 服务器里边写 还是在框架里边写 服务器只负责 转发和平数据 他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听懂了 咱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不太合适了 这是你框架 你用的其他的编码语言 你当然在这个地方 告诉浏览器 你的编码语言 是怎么编的了 那么 咱们把百度的打开 咱们看看 百度这里边 回过来的东西是 content type test什么什么 什么 xset 是不是等于UTF 所以编码机 是不是相当于UTF 请问 咱们是不是去缺这些东西 复制一下它 有个分号 复制一下它 然后回到咱们这里边去 然后是不是站在那里 这 请问 是不是意味着 这是冒号前面的 这是冒号后边的 是不是此时 按理说 咱们再刷新 来看见的东西 应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除了这一坨东西之外 是不是还有后边这一坨了吧 将来浏览器就正确了 保存一下的 接下来回到这 懂 接下来刷新 没问题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可是 这不就验证了吗 我刚刚在这个程序里边 这一改 我接下来我在浏览器里边 看了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变了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咱们的应用框架里边 咱们的框架里边 想写什么头 想写什么东西 想要设置一个cookie 想要设置一个其他的东西 想要判断 判断你这个用户 之前有没有登录等等 或者是登录的时候 我要给你设一个值 都可以直接放在这 你说对不对 基本上就做了这个事情 借框架来到的事情 服务器一般不够的事情 那么 像咱们刚刚打开的百度 大家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个东西 叫做server 阿帕奇 百度竟然用了阿帕奇 简直无法理解 来看这个地方 也说不定被他修改过了 因为阿帕奇是开源的 都开源 说不定他修改过了 大家看 是不是这个地方有个server 他这个server是啥意思 就是我打开 我这个网页的时候 我打开我这个网站的时候 我如果又是这个开发的人员 一看一看你是什么服务器 按理说这个地方 按理说是不是应该能够显示你服务器的版本吧 我想我也想那么多 对吧 大家跟一封吧 我也想那么多 写在哪 写在这 写的这 再加一个写的账 再加一个原则 我明白你意思是 再加一个写的账 下个什么叫了server 然后 这个是 然后还有个东西 比方说叫mini 下过线 frame 这个frame 然后v1.0 可以吧 来 保存 这行 行 行 这是真的 真行 刷 看看 是不是出来了 让别人一看 这个网站挺厉害 还是自己写的 是不是 来请问 你看到这 你很尴尬了 server等于mini web框架 写错了吧 是不是应该server等于某个服务器啊 是不是 咱刚刚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仅仅写了个mini框架的名字 是不是叫mini web mini frame 我想告诉你的同学们 你想要写server 你在框架里边能写你服务器的版本吗 和你有毛关系啊 你刚刚说的 V字架是干什么 是不是就是让服务器和框架之间结偶啊 是吧 你这个地方反而你说明了服务器的版本 那你不是在扯 那你是在干什么 所以说 你就不应该写服务器的信息 你应该是不是只能写你当前你的框架需要的数据了吧 服务器的和你没关系 那服务器的可以怎么做 服务器如果是一个列表 等于server 然后对话 接下来写上一个东西 写上一个东西 比方说叫做这个mini 下滑线 这个web啊 然后这个什么v8.8.8 是吧 ok 想他 来懂吗 这是个什么 这个是个什么 列表吧 请问他回来的东西咱们是不是要放到里面去吧 怎么放 self.hiders加等于hiders 请问这意味啥 列表和列表能不能下加 这是列表 加上这个你回过来的这个列表 加上这个列表 请问你里边都是原读 请问这个是服务器解了吧 解 服务器的东西在这里面加 而你框架回过来的东西在这里面加 听得清楚了吧 所以说这个函数的目的是只有两个 只有一个目的 干什么呢 把你服务器的信息和你回过来的框架的信息合并在一起 听得清楚了吧 而不是仅仅的只有框架的信息 好了 来 此时 运行 刷新 点 点开 所以这就是框架的具体的版本了吧 如果你要是想把 你服务器的版本 如果你要是想把框架的版本写上 请问他们 你应该在哪写 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列表里边写上一个原读 是不是写上框架的版本了吧 比方说你用的版本是什么张稿 用了flask 用了多少版本 你是不是写在这 千万别写 为什么呢 你写在那里 别人就会根据当前这个flask 甚至这个张稿框架的地 多少个版本里边的漏洞 接下来就去攻击你的网站 听得清楚了吧 不要暴露 你这不就是相当于告诉别人 你家在哪了吗 写个假的 很方便 很方便 写个假的 好了 这个我刚刚是不是给大家加了个功能 是不是原来在这里边 多写一点东西 是不是将来就是返回的 HeadResponse HeadR里边东西 是不是就加上了服务器的信息了 现在还有一个地方没说 什么呢 你这个字典是个空的 有没有用呢 你说是吧 那么 接下来 我要带咱们大家去研究研究这个字典有什么用 想要实现这个字典真正的用途 咱们得根据一个实际需求来做 这个需求是这样的 来我一个说 当然大家就知道这个需求 我访问什么样的点PY 请问 此时此刻 返回的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我爱你中国 是吧 你能不能做到 我去访问了index的时候 你去调用某个函数来给我index的页面 我访问login的时候 你给我login的呢 那怎么做呢 知道吗 接下来是否也就意味着 按照咱们原来写过一个大体的原则 原来咱们那个大体的原则是怎么写的啊 来我 这样我把它关闭 我再来一个 把它关闭 咱们再来个新版本啊 来个新版本 copy05 然后呢06 然后通过传递的点 实现浏览器 实现浏览器请求的资源 不一样 响应的 不一样 当然这时候 我再把这个名字给一下 凭住啊 接下来咱这个目的是验证验证 或者是学习学习 那个字典有什么用 听了听说了啊 咱的目的很明确 验证那个字典 我把这个呢 拖下来 把这个就删除 我不要啊 把这个第六个版本 拖到里边去 拖到里边来 外部服务器是这个 然后这个是迷你外部框架 单写的这 那么怎么才能确定 你传递的这个字典 到底有什么用呢 在哪传呢 在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传了个对点啊 都有什么用呢 看着 我接下来想要试一下什么呢 你访问index头 我给你index的页面 你访问login的时候 我给你login的页面 那怎么做呢 在这个地方 大体的方式是 我在前面定义函数 我在前面定义函数 就是你在那会儿其实写过这个道理了 咱们那会儿写过这个道理了 那么dif比方说index函数 我写上一个 然后这里边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是吧 我就OK 我先写一个 咱们试试 请问同学们 那么是否意味着我接下来应该是if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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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接下来 斜杠下的index.py 那么我接下来就return一个数据 是index的返回的数据 这样可以了吧 如果 else lf 等于其他的 我在选第二个 比方说 你要请求的是什么呢 比方说是login 点py 那么我就return的是 login 函数的返回值 如果你什么都不是 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返回一个 这样的信息了吧 那么简单试一下 简单试一下 那么我得有index 我得有login index的参数有了 来 kandle c 复制一下的 粘贴 这个就改成login 这两个有了 对不对 我想要return 是不是又在这个地方 要return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要return 好了 这个地方 return一个数据 比方说 这是主页 然后在这个地方 return 我能不能写中美了 现在 我的框架支持中美了 现在 是不是已经支持了 我一写中美了 那么比方说 这是登录页 页面 好了 现在唯独 欠出的东西 通门也应该看得出来了 欠出什么 就是这个 叉叉叉叉 是不是怎么取出来 我告诉你 这个变量 接收的 就是你的服务器 传过去的这个字典 那么这个字典里边 应该有什么呢 不管别的 至少 都有浏览器 请求的是什么 咱们得把这个东西传过去吧 那么请问 咱们在这里边 也就是说在咱们前面的时候 file name里边 是不是已经判断了 是否是一点 PY结尾 那么这边来讲吧 file name里边 是不是就是一个字 那么我怎么办呢 env你穿空字典 肯定没有用啊 我写上一个明白 写了个什么呢 pass 下温线 就写上个k值 info 等于file name 请问 这意味着什么 我有了 我传了个字典 这个字典里边有个key 叫pass info 它的value值呢 是咱们这个file name 你说是个道理了吧 那么我把这个字典传过去 请问是否意味着 这个env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environment 就是环境的意思 就是因为的意思呢 就是environment 环境的意思 就是因为就过来了 来 那看着 那么此时 我把这个还是改成因为 因为environment 那我改成因为之后 大家看着 这里边有没有文件名 有没有请求的那个文件名 我这里边是什么 那么我要写个注释吧 这里边这个字典 是现在已经有了个东西 叫做pass 下滑线info 然后有个value值 就是咱们文件名 举个例子 比方说 index.py 请问 是不是这里边 是不是已经有了吧 我把这个字典传给了你 请问你接下来 想要去判断里边这个名是谁 是否意味着 file name 等于env里边的c pass 下滑线info 来 请问他 我是用这个key团的 你叫他用这个key取 奇怪 这file name取出来了 是不是就是那个文件名 file name 等于这是 没有点斜杠 没有点斜杠 斜杠下的 index.py 可以是这么理解了吧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 双击一个 ctrl d 它就可以选中下一个 你再ctrl d选中下一个 然后一扇 一改 全部都改 改成file name 好了 一改 全部都改了 这是sable name里边 一个特殊的功能 非常强悍 好吗 我接受到什么请求 我通过这点认给你 你是不是知道了 浏览器到底请求什么 接下来你去调相应的页面 相应的函数 把具体的页面信息 返回到这个地方来 我在return返回给服务器 请问服务器拿到了body 然后再加上你去调 设置过去的header 请问再给浏览器回过去的时候 浏览器从可以看见了 实现了整个过程 来看上 试验一把 cd到06 06 我过一会儿把这个06 再给它改一下名 给它简单一点 python3 web server 都请 接下来 调用了 index.py 这是主页 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 login 这是登录页 如果这个地方是 咱们完完全全是个页面的话 请问这个地方页面 是不是不一样了吧 你也没发现一个特点 现在咱们实现了一大功能 是让浏览器的请求 给了服务器 服务器判断是否是动态的 是 掉咱的框架 怎么掉的 这个地方用了什么 用了什么协议来掉的 Visky 对吧 Visky规定的 怎么规定的 咱们就怎么掉 它怎么给它数据回过去 Visky怎么规定的 咱们就怎么回 最终就实现了接受 服务器 你可以随便换 只要支持Visky协议的服务器 都可以随便换 那么如果服务器你不想换 你想换框架 你不想用张钢 你想用flask 请问这个框架是不是直接拿走 对不对 整个过程就实现了 可以吧 这个流程到现在为止 咱们就做到了 做到了这么一个过程 好了 这个咱就先说到这 来吧 两段分钟 现在趁着打铁 离一离 一会就忘了 趁着打铁开始离一离